虽然说瑞瑟香文丹佑绝大多数都在中秋白露节气前10天采收 不过花林县农改厂研究员刘启祥 今年上午到农园检视 同时也检测文丹佑的果肉口感以及糖酸比 而发现了甜度有11度以上 除了是已经达到了品牌文丹佑的标准 也相当看好今年文丹佑的品质水准 汉农会推广部农市指导员吴亨泰 结束了文丹佑园的检视后 花林县农改厂研究员也是文丹佑达人的刘启祥 紧接着随机采样检测文丹佑的果肉口感以及糖酸比 11.5到12之间 经过初步检测 瑞瑞文丹佑果肉绵密多汁 甜度也超过10度以上 刘启祥表示基本上已经达到收成的标准 而且品质水准也相当高 今年文丹佑的果实品质非常的理想 那我们刚刚在田里面测的果实品质 甜度的部分都已经将近有11度到12度之间了 那已经都超过达到品牌又 品牌文丹10度半这样子的一个水准 那风味跟口感也都已经呈现出来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质的情况 虽然受到疫情影响 以往每月进行的讲席会也因此停办 不过金油农会和花改厂 这两三年来的深耕教育 整合文丹佑天间栽培管理的技术 品质水准稳定 甚至也可以提前在8月下旬就成熟采收的程度 那幼农是可以采 可是不一定要采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可以增加幼农在采收作业的弹性 那另外那是可以规避一些不好的天气的一个影响 那甚至如果你的销售通路有要求需要提前采的话 那你的一样可以提早供应 可是供应的柚子的果实品质是达到理想的状态 互联农改厂也透过了相关栽培管理 与生产技术上的进进提升 增加文丹佑采收弹性与调配 有效平衡采收与销售间的冲突 进而提升文丹佑农产经济收益 记者石油栏 瑞瑟采访报道